一位40岁女人幡然醒悟 离婚后我才明白婚外真爱有多假 很多女人结婚后发现自己丈夫毛病越来越多 与自己想要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 久而久之越来越嫌弃自己的丈夫 感情也随之变得特别淡 就在你的婚姻变得平淡无味的时候 你遇见了一个男人 他和你的丈夫不一样 对你也很好 然后你觉得这才是你想要的真爱 为了跟他在一起 你觉得你可以抛弃一切 可是这真的是真爱吗 一位40岁女人幡然醒悟 离婚后我才明白婚外真爱有多假 男人的话就是谎言不能相信 爱情也许会存在 但是爱情存在是有实现的 在他说爱你的那一刻 也许是深深爱着你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变得最快的也是人 你离婚前他说你离婚后我就娶你 我是真的爱你 可是等你真正离婚后 你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其实也许他说爱你那一刻 是真的爱你 可是你离婚后他却不爱你了 男人就是这样 承诺都是留在了当时 很多话是不值得相信的 真正爱你的那个人 其实是你家里的那位 很多女人嫌弃自己丈夫 不会说话 也不会买礼物哄自己开心 他们认为这样的丈夫 不是自己真爱 所以在外面遇见了男人 那个男人和你的丈夫不一样 他会在各种节日给你送小礼物 每天晚上会说一些哄你的话 让你误以为他就是你的真爱 你为了他离婚了 伤害了你的丈夫 可是等你离婚后 你发现那个男人根本不爱你 即使真正爱你的人就在你家里 他说爱你很有可能除你其他东西 一个男人可以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择手段 当然包括说一些违心的话 我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工资不高 却喜欢买一些贵的东西 而我手里有存款 当时我以为他是爱我的 所以舍得给他买很多东西 丝毫不会心疼 可是为了他我近身出户离婚了 离婚后我几乎没有钱了 他看到我这个样子转身就走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被骗了 什么爱你 不过是贪图新鲜罢了 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爱情 只存在年少的时候 那个时候喜欢一个人 可以因为他的一个笑容 高兴好几天 可成年之后的爱情很现实 很悲哀 我原以为我找到了爱情 跟丈夫离婚后 义无反顾的去找他 结果他见到我后特别冷淡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他说的爱我都是假的 只不过是贪图一时新鲜罢了 我是有多傻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竟然离婚了 他不爱你 爱你真的会让你如此难堪 为了你口中的真爱 你选择离婚 爸妈不理解 孩子不理解 丈夫冷漠着不说话 你为了他几乎被所有人埋怨 几乎是抛弃了全世界 去寻找你口中的真爱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个男人真的爱你 他是不会让你陷入这种境界的 这样多难堪呀